我们大概都知道 不过在素食里面 究竟吃些什么东西 好像大家有一点疑问 有一点不了解的 其实说素食的人 可以吃鸡蛋吗 素食的人 可以吃乳酪 起司可以吗 或者可以吃韭菜 葱 蒜头 这些五星 这些问题 我们请大师开始一下 刚才说 有些地方的 像学章啊 太后啊 日本人 谈不到所有次数的问题 只有走过的和教徒 它 受武甲的影响 好像是受到 根本和教徒 实体的观念 就是要素食 刚才的问题里面就是说 素食者可以吃鸡蛋吗 有人说 不可 因为鸡蛋 也可能有神明 这个素食就是 不要做这个众生的神明 应该不可以吃鸡蛋 但希望 吃鸡蛋的人 它们是有什么关系 其的例子 十样的机制 审蛋 它没有这个 审明的可能 你吃鸡蛋 也等于受伤口 在和教徒里面 它有一种戒律 这个除了三分 这就是 营中的名字以外 有一种继续行戒 就怕人家继续行戒 像我们吃鸡蛋 你看到我吃鸡蛋 我不能解释给你的 我这个鸡蛋是 吃鸯的鸡子 这个是命的 我不能跟你说 从来就解释了 为了明的你的心 是几乎 所以现在的佛教徒 还是说 自己的 动物 有神明的 靠入不测 自我里面的 最近青菜 肉不都可以吃 为什么 韭菜 肉 肉丑 青酸 不可以吃呢 因为 老虫啊 大树啊 韭菜啊 你却在鼓里面一吵 大树 这个味道啊 就是它的 重点 味道 那大家呢 有些 闻到 不舒服 这个认识 这个认识就是说 我们不必用这个 味救啊 味道啊 去侵犯病人 我们也不要用 自己弦啊 那人家是影响 所以 有些疾病啊 群出老虎 纠结等等 就 不需要 我们 这个吃牛奶 乳肉 这个可以吗 这点是教育 是可 是追求抗击的 因为 如若啊 呃 牛奶啊 也没有 行 无行 味道 也不是 它是 撒害神明 它是 追求抗 对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